挖粿喔 來買挖粿 還有仙草丼 市場活力十足的叫賣聲 揭開小攤一天的序幕 一盒和挖粿 婆婆媽媽們打包帶走 有樹的 芬的 剩下芋頭豬肉 今天有做黑糖的 各種口味一字排開 這裡的粿形狀很特別 不是傳統碗狀 而是一塊塊 用紙盒裝的長方形 被稱為是方形挖粿 是樹林在地名產 剛做好差不多要完全涼了 我們才可以包 做到晚上也差不多10點 12點 剛好6點多出來擺攤 當天做當天賣的挖粿 經典款口味配上老菜粿 脆脆的很有古早味 粿本身QQ軟軟入口即化 也有搭配季節推出的仙草丼 加在牛奶裡頭吃 香甜清爽最是消暑 這些滋味都是薛沁揚 窩在廚房裡全程手工製作 在萊米浸泡3小時後 磨成雪白滑順的米漿 攪拌均勻倒入模具中 不同口味搭配不同配料 芋頭 菜脯都是手工炒的 香氣特別濃 一層層疊好放上去 家族火力吹出剛剛好的口感 萬貴它真好就會膨脹 這個都是經驗看的 我就去跟我舅舅學 回來家裡面 就是跟我父親他們一起做這樣 還沒想到你做錯 對啊 說話靦腆的薛沁揚 做起事來認真謹慎 他做的碗粿有五成以上 消亡旅遊業作為遊覽車上的早餐 碰上忘記訂單多的日子 總是忙到停不下來 全身汗流夾背 因為有時候蒸起來 裡面溫度都差不多五六十度以上 早上差不多十點就開始 忙到晚上差不多十一二點 隨著鳥鳥吹煙 碗粿出爐 裡頭包餡的芋頭口味 混合了豬肉跟北港蔥頭 淋上微辣的蒜蓉醬一起吃 芋頭蒸得鬆鬆軟軟 香醇厚實的米香讓人食慾大開 每天夫妻倆分工合作 先生負責製作 太太則是包裝販賣 還會不時腦力激盪研發新口味 像之前也研發很多種 什麼抹茶口味的啦 抹茶紅豆啦 還有鄉村的啊 對那都是限時限量的 把傳統碗粿變出各種口味 成功賣往旅遊業打開新通路 銷量漸漸穩定 但2019年的疫情卻對生意 造成了嚴重打擊 接了快一千多盒 他就臨時停掉了 就完全都沒了 因為那個政府就規定說 不能出團啦 所以前面接的單 全部都一次全部喊咖 對有時候一個月下來都 連一張團都沒有 全家生計都靠著這份小生意 夫妻倆沒有放棄這個選項 只能靠攤位零售苦撐 李春梅邊擺攤 還邊研究碗粿的新吃法 肉醬炒碗粿 蘑菇鹹香跟Q軟口感很素配 一上桌趁熱吃 華盛濃郁特別有滿足感 還有黑糖粿擺滿老菜脯 聽起來好像很衝突 但吃進嘴裡鹹甜鹹甜 脆口菜脯跟QQ的粿 讓層次感變得豐富 夫妻倆互相扶持走過最艱難的那段時光 雖然工作很忙很累 但卻是暖心的點點滴滴 我不怕累啦也是支持他做啊 有時候也會吐槽他 我說不可能的啊 就是做不起來的 對啊 可是還是陪他做 他如果做的話 當然就是幫他一起做啊 把笑容跟堅強作為原料 簡單的碗粿裡是一家人緊密相伴的情感 在市場裡走過二十個年頭 持續飄香 謝謝大家